觉得我的男朋友有一种特殊的爱好 非常的特殊 张总 李姐呀 王总 孙经理呀 听说你最近开了个火候店呢 好久没联系了 最近忙啥呢 有事跟兄弟说就行 哥好时啊 工作啥来也行嘛 那个缺钱跟哥说 24小时开机为你啊 就是我们平时一起出去的时候吧 他就这样 真让人受不了 打得折吧 这跟你们张总 李姐都这么熟了 这个能便宜点不这个 诶 张哥 一会儿我女朋友说看个电影去 行 去你的 你看能不能有个卷啊 诶 张总 一会儿我女朋友说 你想天真大一 行 去你的店看看能不能打折啊 诶 服务员 这价子不对你 这相似不一样的你 这张哥不在你不够打折啊 便宜点行不行 经常来 每次都能打折 咋才九折呢 你这跟煤油味差不多啊 哎呀 你们都便宜点 行不行 便宜点便宜点 给点点 他这样已经影响到 我们两个的日常生活了 我真的受不了这样了 我朋友这么多不都为了你吗 你不理解我就算了他 还不跟我出了呢 乐了啊 是因为他的特殊爱好 还是他那双 冲冲又生的小眼睛呢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兵二十五岁来自辽宁 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张 二十五岁来自四川 是婚庆主持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几年了 一年左右了一年了 咋认识的呀 是朋友介绍 就是一次聚会 然后就认识了 一个四川的小姑娘怎么跟着一个东北的男生在一起 其实接触的时候开始觉得因为东北 我在那边待过就觉得东北男孩挺好的 就是他也对人也挺好的 看到处事啊什么的 爱交朋友 我觉得挺好的呀 但是后来就觉得他这种交朋友过分了 所以我都接受不了 这个所谓过分是指什么呢 就是见过一面的或者是有一面之缘的什么的 他都认为是他的朋友哥们铁的那种 那就是我朋友啊都比较熟悉的都 因为我这交朋友也不是什么坏脸爱好啊 啊 我觉得挺正常的 就 你人家只见了一面 人家根本都记不得你 你还当人家生哥们呢 当时聊得比较好当时 要不聊得好能够微信上的 你还忘了我们那一次 就是我们你带我去逛街 我去买衣服 嗯 你明明这个家附近就有商场 我就说这个家附近就是逛街买就行了 他偏偏跟我说 你认识哪个商场的经理 说可以给我打折 然后开始我就说去呗 然后我们就去了 坐车我们打车过去就花了八十多 然后坐过去之后 只最后给我赏了八块 反正就是小伙子喜欢交朋友啊 就很喜欢 是他什么事都愿意找朋友解决是吗 就比如我们平时吃饭逛街买衣服什么的 就逛累了吃个饭嘛 然后就说我们就随便找点吃的 他马上就拿出手机翻了一大堆 他还分类了 什么电影区啊 或者是旅游区啊 或者就是饭店啊 一大堆给我看 但是你不是喜欢吃吗 我那个认识吃 就是关于吃的朋友都是喜欢他喜欢吃 然后我为他考虑 看哪块比较好吃 先去看看 然后带他好去嘛 我带你去那店不是 你吃的也挺香的嘛 你跟人家打招呼 人家甩一礼吗 想了半天都想不起你试试 你就差点在自我介绍了 没有 后来认识吗 微信都拿出来都 认识我 他喜欢交朋友是吧 只有那种见了一面 他也认为是朋友 就是很铁很权的 但是人家不把他当回事 这个影响你们生活吗 非常非常影响 就那次你发工资 我们两个工作按月发的 然后你呢 别人问他借钱 他都借 就人家发个朋友叫 就是说手头有点紧 他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 哥们你缺钱呢 我不是热心是啥吗 但是我看他就是过得感觉不好 我已经有钱就帮助一下子 我能帮他有点钱吗 我们都那财发工资本来就一个月刚刚好 你还见人家 朋友就是需要互相帮助嘛 他没事说也不能帮助我们也 还了吗 基本上都没还 有点受不了是吧 就是真的受不了 想分手 就是想分手 然后我不想分 我好不容易喜欢一个辣妹子嘛 她不四川的嘛 然后我挺喜欢的 东北女孩我就是接受比较多了 然后我比较喜欢四川的 你有多少朋友啊在成长 朋友我去了有一年多嘛 有应该有个四五十个吧 四五十个朋友 都是各种老种 他备注的都是什么张种啊什么种 都是金礼级别的 都是可以给他打几个便宜的 他这个交朋友是那种广交朋友是吧 但我觉得现在交朋友都已经完全 把我给忽略了 也没忽略你 总想着你 干啥都想着你 那一次我就是我工作比较忙 那天我就是有婚礼 然后我就还有两三个小时 婚礼就要开始了 我就是忘了东西在家里面 你正好在家 然后我给你打电话 你答应的可快了 说给我送过来 临时不是有点事吗 那后来不也没耽误你事吗 给你送过去了 我后来就快接近半个小时开始了 我看你还没有来 我给你打电话 你没有接 然后我就没管了 我就自己回去拿 是 当时是我一朋友 那个喝酒喝多了 然后第二天他说开车用车 然后让我去给他提一下车 给他送过去 那时候想起我女朋友 那个东西吗 我想起来了 我也记得你 我现在开车不快一点吗 然后正好就给他送过去了 送过来之后 正好我看见他在楼下呢 反正正好就把他接过去 给他送到他那个婚纱垫了 没有耽误他的事也 我还是想 我不去拿 你不去拿 我肯定给你送过去 我当时时间抓了一盒紧子 运筹帷幄的都 运筹帷幄的都 平时我们基本上不找他 就是帮我干什么 就难得找他一回吧 他就这样 后来就是我们俩 接触一年嘛 我家里面都知道 然后我也告诉我爸妈 就是我有这么一个男朋友 我们爸妈就是来成都看我 然后他其实也挺好的 就还借了一个车 去接我爸妈 后来在路上 我爸妈说我们去吃点什么呀 我们那一次都是随便吃点 他可好 说他认识哪个地方的朋友 就是五星级酒店 肯定可以打八折或者是对折 拍着胸脯跟我说的 我各种跟他使眼神 他完全不忽略 我现在你父母来 咱们不得吃顿好的吗 你长长面好 好让你父母放心把你交给我吗 那天是吃饭 还跟我爸妈面前各种吹呀天 说那什么天文地的什么都懂 就是不靠边的那些东西 这不显得我博学吗 你是太博学了 当时吃饭的时候 跟你爸爸喝的不也挺好吗 就快跟我爸成熊道地了 不是我踢他一脚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但是你爸说的 兄弟王我就就是什么 直接叫哥是吧 他也喝多了 但是我也有点迷糊呢 行挺好挺好 后来吃的我感觉嘛 就是聊得也还好 只要不过分就行 结账的时候 我看到他就去结账了 我看到半天没有回来 就结账正常不是三四分钟 就可以结束吗 他半天没有回来 我就看他在外面打电话 我就说我跟我爸妈说 我去看一下怎么回事 那了好 他跟他打电话借钱呢 我当时心想忘带了 忘带了吗当时 你的折扣呢 你不是说对折吗 后来便宜了吗 我认识那经理 那天正好不在 然后就是也便宜点点 我跟他说说也便宜点点 行 这个账后来是谁结的 后来他结的 他因为他到处借钱 他没有借到 我觉得现在你交几个实际的朋友 那你父母觉得这孩子怎么样 之后其实我爸妈就感觉到了 因为他一个就是说嘛 说一些不靠谱的 然后我爸妈回去之后 就电话里给我说 说这男孩怎么这样 虽然当他面没有说就觉得 少面嘛就私底下跟我说的 说这男孩有点不靠谱 让我好好考虑一下 然后他也知道我的电话 我们两个经常 在你父母面前挺关心你的呀 当时表现也挺好的呀 后来 他一个电话给我妈打过去了 干嘛 还给我妈吵起来呢 那个不是 他妈是让我俩分手嘛 我当时 是因为我太在乎他了 然后情绪就有点激动嘛 你一激动的跟我爸妈吵啊 我不是吵的 就是说成大了一点就 后来我也跟他道歉了 也跟他父母道歉了 你父母现在对他什么意见啊 反正我现在家里面 什么都不同意 你女朋友对你好吗 对我挺好的 然后主要就 主要是我喜欢他 他对我好不好不在乎 我主要喜欢他就够了 他对你好不好你都不在乎了 但是对我挺好的 我这个意思 对我挺好的 就你没你就那意思 就是对 反正你是爱他的 我就爱他 至于他对你怎么样 你无所谓 因为好不容易 喜欢上一个人嘛 我觉得我不想 就这么轻易的 就是什么 哎明白了 放弃 是咱交朋友的时候 也这样是吧 至于阿蒙老师跟我关系 到底好不好我不管 我把他当成朋友 他就是我朋友了 是这么个意思吧 哦 你受不了了 你是怕他吃亏是吧 真的 我是这样我受不了 我劝过他 但是他每次都是这么说的 哦 所以就要分手是吗 是 主要原因是你想分 还是因为你父母看到他做事 不是很踏实 现在是我也想分 哦 呦 这可要命了 一个好交朋友的热心肠的小伙子 你有点累了 是吧 好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阿蒙老师 首先我觉得这小伙子 挺可爱的 但是呢 我发现了一些你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 很有可能刺激 你没有意识到 嗯 第一呢 我是觉得 你在性格上不成熟 不成熟表现在不独立 你因为不独立 所以对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特别的依赖 这种依赖感呢 还是双向的 你既依赖于别人 同时又希望别人依赖于你 嗯 就是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最好的融入当地 或者是缓解自己的焦虑 和不安定因素 就是交朋友 所以这点我是可以理解的 你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你如果能够独立一些 你就不会有这么强的依赖感 你就马上会变得成熟起来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阿牧老师 白老师 两位好 我问一下小伙子 这是你初恋吧 这不是我初恋 那你之前教过 我之前教的都是东北女孩 然后第一次截图 都是东北女孩 怎么回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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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没有实力的时候 一定要别人给你面子 就成为了祈求和讨好 所以你的面子 在没有实力作为支撑的时候 是不存在 因为你没有理子 对吧 所以就不要讲什么面子 我前两天坐专车 就有一司机是一北京哥们 他认出我来了 然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也不笑的 然后我当事我就问他 我说也许在生活当中我是不太笑 但不笑不代表我不尊重 我说为什么每天要在外面嘻嘻哈哈的 逢人就笑脸相迎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现在是人情社会嘛 俗话说的好 伸手不打笑脸 那我说你在家里你笑不笑 在家里我就没有那么耐烦了 我说为什么呢 你在外面可以跟别人笑得那么开心 那么有礼貌 为什么在家里 你就不给家里人一个笑脸呢 家人嘛 他能包容我呀 在外面笑得笑累了 都笑僵了 都不耐烦了 在家里我还笑什么呀 然后我跟他说 我跟你恰恰相反 我认为现在不是一个什么所谓的人情社会 外面的这些人 更多的除开少数的朋友之外 都是合作的性质 合作讲究的是实力 而不是你一笑一笑 别人就会给你面子的 给你面子是因为你有实力 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 能不能彼此之间 能够更温暖一些 把你给外人那么多面子的热情 放一点在家里 考虑考虑他的感受 因为你要知道 在你在外面叫天天不灵 叫地地不灵的时候 只有家人会给你面子 你说呢 对 就这样 所以这里面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年轻 没有成熟 他的世界还是 他认为的那种世界关系 哎呀 有朋友怎样怎样 那是一个成熟的过程 女生考虑问题是对的 只有没有很多女孩子 不这么考虑问题 会将就 你只有愿意陪她去成长 你可以接受她这一切 当你不愿意陪她成长的时候 她当然有权利选择离开 对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对不起啊 我确实意识到自己错了 之前我也想过自己 确实不怎么成熟 因为有很多人说过我 而且听了几位导师的意见 我也深刻地反映下自己 我真的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能看见我改变 能看见我成长 看见变得唯有时间的一天 我非常同意地答应你 好 没了 那就亮灯吧 我让你 谢谢老妹啊 请回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来到了陌生的城市 他寻求的当然是生活的安全感 来 请关门 在寻找安全感的同时 他其实找到了 一个他认为他喜欢上的 那个女孩 当一段恋情的真相 真的被打开的时候 恋爱当中两个人 会做怎样的选择 我们多留一些时间给他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节目信息 请大家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狱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登陆优酷土豆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区利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现在请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 电视或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